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用Microsoft Power BI 的心得 其實為何會介紹Microsoft Power BI 呢? 有沒有發覺到最近我們都很著重的東西在坊間 就是 Business Intelligence 或是我們做 Data Analytics 這些東西 其實過往很多同事或朋友都會用Microsoft Excel 做這類的工作 但如果用Microsoft Excel 去做的時候,其實會面對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 Excel 始終有一張 Spreadsheet 所以很多時候它最強的功能是做什麼呢? 就是提出一些數字、數據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我有一些數字、數據出來之後 如果我想去給一些,譬如你的管理員 去看分析結果的時候,它可能就不會那麼刻意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對數字不是那麼敏感的 如果在決定的時候,每次要看數字來做分析的話 就會有一點點難度了 因此,Microsoft 提供了一些免費的軟件給我們 記住是免費的這個軟件 就是 Power BI 那麼我們就可以透過 Power BI 可以把數據變成圖像化 令到一些不太了解數字的朋友 一看就可以知道大約有個感覺去做決定 謝謝 謝謝